我是在那里呕吐 而且人煮得很难受 我老公就没有上班 每天就跟我摸啊 在用热水啊 热水湿了个肚子 虽然这些治疗过程都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有着丈夫无微不至地照顾 杨静霞都咬紧了牙挺了过来 医院也慢慢地找出了最好的治疗方案 但是化疗对杨静霞身体带来的副作用是巨大的 在做完第二次化妥之后 杨静霞夫妇面临着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 因为楼上人都把人不行了 那个肾功能衰竭了 肾功能衰竭 这个疾病对于杨静霞来说并不陌生